最后来关注人性善良的觉醒 普救大型动漫纪录片《长春进军奥斯卡之路》 被誉为动漫天王的大雄 是中国漫画家走向国际舞台的领军人物 存获漫画界奥斯卡法国奥古莱姆漫画节特别大奖 如今他主笔的电影新作《长春》朝着第95届影堂 而奥斯卡进京 知名漫画家大雄说 英雄不在于你恐无有力 而在于你有一户菩萨心肠 在于你还是弱小的时候 依然敢去面对邪恶 敢于维护正义 这才是英雄所为 大型漫画纪录片《长春》就讲述了这样一群平凡英雄的故事 随着影片在全媒火爆上映 不论是片中唯美的画面 扣人心弦的场景 吹人泪下的对白 新颖的表现手法 还是影片所展现的勇气 都令很多资深影评人与观众赞叹不已 从10月21日起 《长春》就在全美47个城市 80家AMC影院浓重善影 在曼哈顿一地就连续泛映140场 一个月内 先后加映三次 目前正在被誉为电影之都的《洛杉矶》 加长 泛映到11月24日 想去看电影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区里找到地址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 希望您喜欢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